那麼今天時報之後 剛剛有一篇報導說 陳水扁家的一品院 神秘買主曝光 因為游思義有時候 買了沒多久 他交了1700萬的 什麼投機款 林文淵 然後就賣掉了對不對 好 那賣給誰 當時他就好奇嘛 而且說賺了5000萬 那到底誰 那現在查出來說 按照報導是 元大的杜立平 跟天籟的許文通 那當然許文通否認了 所以我說我自己要住的等等 因為這個兩種 一種就是說我真的 我替陳水扁家林文淵 買了對不對 買了付的錢很少 然後我賣給他們兩個對不對 然後中間賺了錢 這是一種 他們真的來買 一種呢就是 這兩個也是我找來的 我等於送給他 然後呢我再找兩個人 把他買走 等於給錢嘛 就等於中間就給了錢了對不對 就好我送你一個東西 或是我賣 那另外這東西 5塊錢了 然後後來找另外一個人說 欸我50塊給你買 這中間他賺了45塊 當然人家是賺了5000萬 不是這樣嗎 到底是怎樣 許文通我們看不出來啦 因為許文通不管是 就週刊的報導來講 或者說在過去我們看 看貶價的整個 整個就是金權人脈來講 就是說 許文通這個角色 從來都沒有浮現過 那也看不出來 在這個報導當中來講 許文通看起來 他可能真的是買了要自己住的 因為他也買的蠻高價的 但是 這裡面其實重點在杜立平的部分 以杜立平跟元大馬家的關係來講 他有什麼理由需要 就是繞過元大馬家 去買一個元大馬家蓋的一品院 他自己不會去買吧 他不會自己買嗎 他是元大政的董事欸 他是元大政的董事欸 他是元大馬家的公關主任啊 就是公關主任就是在外頭呢 幾乎就是幫元大馬家打點一切的 陳水扁他們一家人要到 要到這個世貿聯誼會呢 去吃年夜飯的時候呢 就是多立平在那邊招呼的 他在元大馬家是這樣的角色 近乎總管欸 一個元大馬家的總管 要買元大自己蓋的房子 然後呢還要經過這麼大一個彎道 然後讓人家賺這麼大一筆 他會不知道就是說 大概是怎麼樣的行情價嗎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部分啦 這部分我覺得 如果真的是杜立平買的 那裡面的故事就非常多了 就不是林文淵片面之詞能解釋的 而且林文淵在當天講的時候呢 連到底賣給誰都沒有講 而且他重點還在於 林文淵說 貶家不知道他買的價錢是多少 賣的價錢是多少都不知道 自籌的錢也是他去籌的喔 那1700億是他去籌的 就賣出去之後是賣給杜立平 那杜立平那很奇怪啦 杜立平是幫他扛這個 5.7億到雲道花園去的啊 那也幫他送了2億到官邸去的人啊 你說杜立平為什麼要去買 所以杜立平會不會是另外一個人頭 是不是元大又買回去不知道喔 那這到底是賣了多少錢齁 林文淵從頭到尾都說齁 欸 巫蘇貞都不知道 而且杜立平用80幾萬買巫蘇貞 還覺得齁 杜立平又轉手又賺了一些錢 你看這個不要 杜立平如果直接跟元大買 應該也會有一些折扣了 那當然會啊 他們這麼的親近 那一定的啊 而且是去年4月才 我覺得啊 所有被點名的人啊 像林文淵 像其他被點名的人 要學到 從林文淵那時候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被點名之後 要講就老老實實講 否則一句話都不要講 禁帶檢察官來調查 像林文淵這樣自己開記者會 跟他以前的記者會是矛盾的 剛才講的那些矛盾的話 我想唐湘龍跟這個美玉都已經講了 根本沒有辦法自言其說 我不曉得林文淵還有什麼臉 再去開記者會 再說中綱如何如何如何 而且大家記得喔 政權轉移時 林文淵還有一度媒體說 他想留任中綱喔 做了這麼多壞事的人 還要留任中綱 我勸被點名的這些 有錢的人啊 但真的被點名了 或者你二波三波要出來 不要講任何的話 不要開記者會 不要登報紙 不要辯駁 靜帶檢察官來調查你時 老老實實在法律的規範下說清楚 欸他們還蠻喜歡 要不然就是開記者會啦 要不然就是登廣告啦等等 我記得去年 這個金控也不少人出來登廣告 說絕對沒這個事啊 反正我就告你們 結果後來現在發覺 很多人有這個事嘛 我覺得這個案子 剛出來的時候 一個講法 就是說這是無數人在洗錢 我覺得一點都不是 我覺得這是馬家 三度行賄的一個辦法之一啦 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小孩子結婚的時候 送紅包嘛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送現款上億的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覺得很大的可能就是說 馬家借這個整個過程 這是一個紙上作業嘛 紙上作業 它就是Net盡效果 就是送了五千萬給阿珍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林文淵跟杜立平 杜立平今天這個名字出來的話 讓大家眼睛一亮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覺得杜立平跟林文淵 只是這個整個結構過程中 的一個執行單位 因為他買的時候 抓頭抓位也沒有無數生的名字嘛 但是林文淵說 這個錢要送就了結 我背這個東西幹嘛呢 總要做一個了結 那了結就由杜立平的名字進來 把它了結掉 那後來再賣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這個房子總要賣給外人嘛 總不能在我們裡頭 盡量打混打混 五千萬過手就對了嘛 這林文淵哪裡來的錢 這邊有一個紀錄了 就是林文淵他有賣中鋼的持股 從2005年2006年2007年賣 那一共賣了這個這麼多股 然後賣了六千四百三十萬 六千四百三十萬 所以呢 他不少中鋼股 所以我在友台的時候 有一個名嘴啊 他就怎麼算啊算來算去 就說林文淵不可能 有這個一品院啊 又這個什麼提新人 然後又綜合一大堆房子 他說他沒有這個錢 我認為是有的 那現在再把這些紅利 這個本來是要 他要捐的 他後來失言而非沒捐 把這個他賣掉以後 捐給無數真的這樣 對 這個錢再算進來 我覺得他自己的財力是夠的 所以他原來也不過就是自來水處 台北市是一個 所以要引水失言嘛 中高級的公務員 人家港人圖報啊 他知道怎麼 領的是月薪 領的是月薪怎麼可能有呢 那你別忘了 他當初為了中鋼這個分紅 弄到下台啊 他硬是要拿這筆分紅嗎 你想想看過去的趙耀東 有人這樣子拿嗎 他當初因為社會觀感很差 他說好不然我捐公益 那現在捐到哪去了 大家 如果他真的有捐 也請他再公布一遍 林文元再開個記者會 你說要捐 捐到哪裡去 六千多萬怎麼捐的 說清楚 我講實話有一句話 有一件事我是很不滿 民進黨以前在在野的時候 一直都什麼工營事業 民運化 鼓吹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要有效率啊等等 要有競爭的 那陳水扁幹了八年 我也沒看到哪一個工營事業 民運化 反而到處塞人 你像台電 像中油 像中鋼 以前喔 以前 基本上都是內生的 所以從馬濟壯當中鋼董事長 趙耀東當總經理 以後 趙耀東升成董事長 接下來什麼王忠宇 一些都是他們裡面 因為一方面他懂嘛 一方面也是鼓勵士氣嘛 那像以前台電 董事長還得了 孫雲全是台電出來 幹經濟部長 李達還是中油出來幹經濟部長 基本上也都是老中油人 老台電人 沒有什麼林文元搞個自來水 一下跑到台電能當董事長 台電不是只有水利發電啊 對不對 然後跑到中鋼 中鋼也不是用水來冷卻啊 就 就只要是我的心腹 我不管你懂不懂 我愛給你放到哪裡 就放到哪裡去 就這樣搞啊 就這種資源大的這種 台電啊 中鋼說哇 百人這樣 這樣搞實在是 可是他原來在野的時候說 啊要什麼整頓國營事業啊 增加效率啊 減少之後 通通都沒有做到嘛 趙哥我也覺得 林文元的 林文元的這個角色 在這事件當中的角色 是非常傷害啊 長時間以來大家對於 就是說政府體制的人事人民的 基本的信任感 就是一個中鋼董事長 當他當人頭 當總統的洗錢的人頭 可以當的這麼的理直氣壯 而且覺得這是人情世故 這是飲水思源 會用這種道德文章的方式 去包裝一個體制內的準犯罪行為 很明顯的違反了 就是說公務人員服務法相關的法規 裡面不管是財產申報也好 或者說呢 他自己對於這些財產的處理也好 這些法規都是基本常識 竟然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表達 再來幹過中鋼董事長 我想請問 最少我們在檯面上面 還有像是王忠瑜啊等等 他們在任內的時候 有這麼多的錢嗎 沒有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說一個官派的董事長 官派的喔 你的位子啊 是官方啊 塞給你的 用持股去撐你的 你可以領這樣的分紅嗎 領得理直氣壯嗎 任內的時候呢 知道鋼價的行情的高低點 處理股票 可以這樣子去處理嗎 林文淵也處理了理直氣壯 然後呢 出來講場面話 一開始說好像要做公益 還要呢 圖個這種道德文章的光環在這些頭上 最後有嗎 沒有 那林文淵到底真真假假如何 這些先不管 總而言之就是說 林文淵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這種民營化 民進黨長時間談民營化 可是在過去執政八年裡面啊 我非常深刻的感覺 民營化到最後就是執政黨黨民化 他反而讓這些民營化 實際上官方持股非常非常高的 不管那個叫做趙鋒金 不管那個叫做中鋼 到最後反而讓呢 立法院都沒有辦法去監督他 因為他持股到50%以下 可是呢 行政部門呢 卻可以想塞什麼人就可以塞什麼人 因為他的持股 是真正掌控這個部分的 所以到最後呢 誰是執政黨 那個叫做民營化的 過去的黨營這個國營事業 反而成為執政黨 可以隨便塞人 隨便撈錢的管道 太可怕了 而且你知道我們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大概今年就是一兆七八千 六七千億 一兆八百億左右 對不對 一兆八千億 一兆八千億 國營事業是超過兩兆的 國營事業的預算 是大於更大 你中央政府總預算 我提醒了 就事實上是有啦 二次經營改就是把公營事業 變入民營事業 變成民營化 而且很惡劣 還有一個人還沒出來 就是這個鄭申馳 鄭申馳角色 跟林文淵我相信更惡劣 做更多的事情 現在檢調單位是說 保護他的政言 幫他曝光 他可能也只有自自自鳴 不出來講話 如果他出來的話 我相信我們看到的 醜陋的故事 絕對遠遠超過 林文淵這個中綱董事長 好吧 我們實在是看了 林文淵太那個 你想想看阿扁 在農堂案就砍狗啊 堂堂的總統都砍狗啊 何況上情下笑啊 總統都這樣捂啊 會不會有人怎麼說 好吧我們上個禮拜五 有討論一個 又根據那個中天的新聞報導 有討論這個 士林官邸基林地的買賣 就游士一 那有談到什麼裸傳等等 丁子戶等等 游士一來了一個 純正信函 說我們那個報導的是 錯誤不實報導 等等等等 本人游士一等等 為這個什麼買賣 送裸傳給吳淑貞 以及丁子戶等等 無辱毀損本人名譽啊 特此含告運輸 聞到兩日內 敬為更正報導 好 那麼我們很歡迎 如果說哪一個人 我們討論到 如果你覺得 你有什麼意見 歡迎你啊 這個隨時啊 來提出更正 我講到 游士一啊 當然他否認他 丁子戶或者送裸傳 這都是他的權益啦 當然他可以做表達 可是 游士一的 這個案 這個就是他們炒作禁 這也是市場上 他們總有一批人 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風險是很高的 如果沒有官方的 非常明確的訊息跟管道 去cover他 他的下場 很可能就會像是 像中校東路收購案 旁邊的那個地主一樣 丁子戶幹到那個樣子 砰砰兩槍 就讓你死為一般的 沒有強力後台人 是幹不起丁子戶的 好 那不管了 就是說因為他來了 純正信函 所以中天 曾經去訪問過他 讓他澄清 我們看一下怎麼講 四年的時候 那個趙建民 他好像要買一個 兩顆辣專介送給那個 陳信函做生日禮物 我剛好在公司附近 一個小華珠寶店逛街 看到說 有人要賣 武克拉鑽石賣145萬 這個訊息我告訴趙建民 趙建民 趙建民就拿給我145萬 我去買 小華珠寶這個 武克拉鑽石給趙建民去看 後來發現這等級層次差很多 後來就決定不買了 因為士林官邸是95年發生的 買出保 事情是90年 那不可能說事情我去跟事後 讓對應 對對對 而且士林官邸也不敢趙建民 他們招架的事 因為這是土地中 法牌屋 那個優先城買權 我士林官邸是憑我的專業經驗在買賣 並不是說有什麼 有什麼特權 好 那我們也歡迎游士義先生 下禮拜來上我們節目 如果游士義覺得說這樣 還不夠清楚 我們歡迎他到我們節目來 好好討論 士林官邸基林地 這些事情 我們歡迎游士義上 來上節目 需要再回來